新冠疫情试药,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女创新高,打击市民看楼意欲。中原地产统计的十大屋院周末两天,五日至六日,录得316组客户预约看楼。按周跌9.7%,创去年农历新年后的一年新低。 十大屋院中,共有四个屋院预约看楼量下跌。其中天水为嘉湖山庄仅得约50组看楼预约。按周大减28.6%最伤。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表示,疫情迅速恶化,部分业主选择封盘。 市民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及接触。看楼量按周下跌近一成熟预期之内。疫情拖慢整体交投步伐。由于刚性需求仍在。估计疫情过后,交投量会明显反弹。 利家国地产研究部主管陈海潮指出,本港疫情相当严峻,拖累周末两天屋院预约看楼量回落。 根据利家国地产研究部数据估算。全港50个指标屋院共6985组客户于周末两天预约看楼。 按周下跌1.5%。市场气氛受疫情拖累。但相信在传闻检测后,购买力释放。市况将迎来大反弹。 另外,据美联物业分行统计。3月首个周末两天15个指标屋院预约看楼约325组。 按周微星约0.9%。美联物业住宅部行政总裁、港澳、布小明清。 尽管本港疫情持续。但政府进一步放宽按揭保险楼价上限后。刺激买家上车及换楼气氛。 带动换楼链。他认为。楼市短期受压。一旦疫情受控及放宽限聚。 购买力可望于4月至5月爆发。